大新聞大爆掛 現在要來開Turbo 拼替月數了 正好你們鬥鬥手指 沖一波 一起開啟小鈴鐺 轉發多多啟客 我們看到歐盟跟俄國 現在好像在對戰 為什麼呢 因為現在糧食有危機 缺少了糧食來 包括像是巴爾幹 中東 北非 這些地方缺小麥 還有缺化肥 化肥就是攸關播種的問題 所以糧食的危機 好像已經出現 誰造成的呢 結果各說各話 俄羅斯這邊說 西方制裁你俄羅斯 才會造成這個後果的 法國這邊講法可不是這樣 說法國他的態度是 因為俄羅斯對烏克蘭 佔領行動造成的 然後法國說 還要推動農場計畫 針對貧窮國家 去規劃全球糧食的分配機制 所以如果要重新分配的話 也要我們來決定該怎麼分配 那你怎麼看呢 這到底誰說的話有用呢 不過我覺得要補充一下 這個真的是 這是一個妙招嗎 德國現在有人呼籲 民眾乾脆少吃肉好了 這樣的話可以騰出耕地 為什麼 這是把食品供應當作是武器來講 吃素來對抗俄羅斯嗎 這個其實是沒辦法的事情 因為現在因為戰爭的關係 而且戰爭之前就已經發生了 黃小玉全部缺 那黃小玉這些東西都跟飼料有關 那你跟飼料有關的話 那當然動物就你養的比較少一點 這個負擔就相對比較減輕啊 所以他是藉由這個機會 其實趁機他宣導說 我們這樣可以對抗俄羅斯 實際上在戰爭之前 其實玉米就已經缺了 所以他是藉這個機會只是 掩飾他過去本來玉米的那個收集就不足 這樣的一個問題 其實那時候糧食的價格也漲了 其實大家有注意到嗎 台灣也是一樣啊 台灣還沒有戰 烏爾還沒有開戰之前 台灣的小麥跟玉米的價錢都已經漲了 而且都已經缺貨了 這個是全世界性的問題 所以你說糧食危機誰造成的 我必須講 北約跟俄羅斯都有份 那但是問題是 即使這次的危機沒有出現 本來糧食就已經出現問題了 那現在烏爾戰爭 只是讓他雪上加霜而已 那雪上加霜的情況下 再加上你明明知道雪上加霜了 那你還堅持要去做制裁的話 那不是更嚴重嗎 不就是這樣子而已嗎 那現在法國說他要出來 做一個糧食分配機制 我就直接坦白講吧 法國全世界的糧食分配權 掌握在你手上嗎 好像不是 那不是的話請問一下你怎麼分配 所以他要另外弄一個機制 就是讓他來分配 那你怎麼分配這個東西嗎 這個老實講 誰能夠掌握全世界的糧食 才能講這句話 那現在糧食分 主權分在好幾個國家手上 那你怎麼去分配這個東西 你光隨便講美國的糧食生態 就比法國多得多 那憑什麼事情來分配 那要分配的是美國來分配啊 所以我也不知道他 他把自己碰碰到什麼程度 是不是因為為了選舉 因為他們其中 他們第二輪選舉要開始 所以故意把自己法國 講得很厲害一樣 我是不知道法國有什麼資格 來講這句話 但是不管再怎麼樣分配 這些西方國家一定還是 以他自己為主嘛 他一定是有多了 頂多多了一點 再分配給其他這些 比較落後的國家 大家都要考量自身的利益 但是問題是事實就是 全世界黃小玉的價格 是不斷在上漲 那對這些貧窮國家來講 斯里蘭卡也好 非洲的這些國家也好 南美洲這些國家也好 接下來一定會遇到大麻煩 包括亞洲的一些國家都一樣 所以包括我們台灣 最近已經在漲了 接下來只會長得更厲害 那我們自己的對策在哪裡呢 所以真的不要開玩笑 現在矛頭就是對整 中國儲糧的部分啊 那美國農業部就講啊 到今年中中國有全球的 將近七成的玉米嘛 六成的稻米 還有超過五成的小麥 這只為讓全球 18%的人口吃飽 那我想問的是 讓全球18%的人口吃飽 有什麼不對呢 那你看經濟學人 這個媒體呢 還說當中國優薪糧食 全球付出代價 以此作為一個標題 那似乎也是在針對著中國 那大陸的媒體 《經濟日報》就報導了 說中國是提前預知 衝突發生 所以要先拓充糧食的儲備 但是呢 你要說它這個是導致 全球糧價上漲的原因 然後就要中國要開倉 投放20%的儲糧 來救救歐洲 這說法好荒唐啊 完全站不住腳 來漢兵 不過我覺得這個邏輯很奇怪 中國大陸為什麼 他會去除這麼高量的 包括玉米啊 稻米啊 小麥 第一個它人口 它是人口大國嘛 它有14億人啊 全世界人口最多的國家 它本來就要做 這樣的一個戰略思考 那再來 為什麼它會有這樣的危機意識 啊不就是你美國搞出來了嗎 就是你美國過去這幾年 一直在跟它打這些貿易戰 一下制裁這個 一下制裁那個 那你不是逼著人家 先要去做這種戰略儲備嗎 不就是這麼簡單而已 那不然你告訴我 你美國為什麼沒事 你是一個石油產油大國啊 你那個夜營油你是全世界最多的啊 那結果呢 結果你還不是儲備了一大堆戰略儲油 那請問一下你在幹嘛 你可以戰略儲油人家就不行 這不是很奇怪的話嗎 我真的覺得 然後現在烏二戰爭發生了 烏二戰爭又不是中國大陸搞出來 是你們自己搞出來 你自己搞出來之後 然後就說你不行 你要把這個糧食分出來給大家吃 不然你就居心剖測 在說什麼啊 我真的聽不懂耶 而且他說是因為中國大陸儲糧 才造成糧食危機 不會吧 不會吧 是應該是說 是你們自己在那邊胡搞瞎搞 又搞戰爭 又弄出一堆天災人禍之後 結果你們自己又不儲糧 才會出現今天這樣的一個問題吧 你不能出了事情之後 就專門找那個 你家錢最多就是你的問題 這不是很奇怪嗎 那現在我講一個最實在 從二次世界大戰之後到現在為止 到現在2022年 已經多少年了 已經70多年快80年了 那請問一下 在這70多年的時間以頭 每一個國民 平均單一國民 消耗地球能量最多的是哪一個國家 就是你美國啊 你美國這3億多人 耗掉全世界最高比例的能源 那你美國要不要節制一下 那你美國都不節制的時候 去指責別的國家 你歐洲這些國家一直 你們這些高水準生活的國家 你們消耗能源都比非洲 都比南美洲的人 隨便都一個人就點人家五六七八個人 那你們要不要節制一下 你們自己都不節制去指這邊 會不會太好笑 是啊 而且現在呢 你說自己吃不飽了 然後就說 你趕快把你的多的趕快拿出來 要救救我們 這樣子嗎 可是那為什麼沒有去先問問看 自己的政府自己的國家的領導者 那他們又做了什麼 他們有超前部署嗎 那介大使那現在呢 反觀在中國大陸這邊 不僅僅是之前有先超前部署之外 那麼現在還要未雨籌謀了 什麼呢 因為大陸領導人習近平 他還特別去看種子實驗室 說種子是糧食安全的關鍵 他還說了用自己的手去 攢緊中國種子才能夠端穩 中國的飯碗 重要的糧食安全的關鍵在於種子啊 你知道我想到大陸的種子 說多少都是自己的 不是 七成要靠進口 七成靠進口 然後要達七萬噸的量 那自己的種子不夠 所以現在趕快要加碼 加緊腳步 要想辦法自己弄種子 這個是不是難道也要被 西方拿來指責說什麼不是呢 對 其實世界的種子 這個美國有個公司叫Monsanto 它掌握了很多種子 是 那過去有一段時間 它也到世界各地 收集各地的種子 然後拿回去改良 最後把別人的種子打敗 然後就變成都是它在攻擊種子 那不過它的種子有很多問題 很多是基金改造的 它用很多這種科學的方式 那麼都還是有爭議的啦 不過我覺得中國大陸 過去有一段時間 它也在這方面忽略了 中國以前沒有這麼依靠 這種外來的種子 那現在今天變成依靠外來的種子 我覺得也是一個政策上的一個 應該值得檢討的一個問題 那就是說當然習近平今天去抓出這個重點 就是說你光糧食自給自主 你種子不自給自主 你糧食自給自主 你還是得掌握在別人的手裡 也是浮沙劍塔嘛 別人控制你種子 你也沒有糧食啊 是啊 就好像介大使 對打個岔你看好 這個現在呢 不僅僅是糧食的部分 要趕快先掌握到種子 現在還不能隨便被別人插的喉嚨啊 路透社已經報導了 說中國大陸啊 大型石油公司計畫要停止在 英家美多國的業務 為什麼 怕資產動不動可能要被制裁啊 凍結啦 扣押啦 中海油就說考慮出售在英國 北海的油田投資組合 當然中海油負責人又說 市場傳言不予置評 可是已經開始在 往這個方向思考了是嗎 必須要這樣做啊 必須要跟歐美國家 劃清界限啦 因為他們現在的銀行 已經變成 隨時變成強盜了嘛 對 政府也變成強盜 他們這次對俄羅斯下手 就是很清楚啊 那毫不分青銅照擺 你只要在我國家的資產 只要是你 你登記在你們這些 你們這些 他的敵對國家 他一夜之間就讓你 全部都變成他的啊 沒收啊 都沒收啊 所以這個是必然的現象啦 那就說我是覺得中國大陸 這個糧食自給自主啊 我覺得是一個蠻關鍵的 中國是有條件做到的 那就看你要不要這個 把它當作一個重點 我想現在的世界 因為過去全球化的結果 大家相信分工嘛 那分工以後就變成 事實上你有很多的 有很多的產業 也交給其他的國家 也就相互都這樣 就是說變成一個產業鏈而已 很多這些關鍵原料 可能都不是自己掌握了 那我想經過這次戰爭 尤其美國現在目前這個政策 動不動就拿這個經濟作為 制裁別人的手段啊 我想不要說美國要跟別人脫鉤 中國大陸還有很多國家 都要跟美國脫鉤 跟歐美脫鉤 我想這是一個必然的趨勢 美國的東小麥糧率 怎麼會逼近新低呢 它不是一個糧食大國嗎 那我們看到 美國農業部在星期一 有發布他們的這個 最新的農作物的進展報告 結果居然 它的東小麥評級優良的 才只有30% 然後比1996年當時的這個數字 也高出一點點而已 去年那個時候呢 是大概超過了五成 百分之五十幾 純小麥現在狀況好像也不好 所以目前播種進度是3% 那這樣的話 對於美國來講 它的東小麥狀況不怎麼樣 春小麥播種的情況也不好 這對於美國來講 可是一大考驗了 當然啦 因為美國自己本身是一個農業大國 它的小麥供應啊 相對的這些其他的這些玉米啊 這些供應一直都是世界的大宗 可是問題是美國這幾年 其實氣候變化非常大 它這一次應該是受到 氣候的影響的關係 所以它一下子超出它的預期 乾旱 對 乾旱的關係 所以在這種情況下的話 它的作物不如預期的話 那尤其現在世界正在處於一個動盪 全世界都在搶小麥的時候 它是不是理論上來講 它應該要想辦法去 先囤積一些小麥這些東西 對它的戰略上比較安全 可是問題是 現在本來產小麥的兩個大的地方 俄羅斯它不可能跟它買了嘛 然後 然後 烏克蘭現在正在打仗 也沒什麼小麥可以產出 那剩下要找誰呢 那恐怕你要找印度 印度 來 印度有比較好是不是 來 印度現在預期的是小麥豐收啦 是啊 所以呢 它現在不但是自己吃夠 可能還可以貢獻給其他的國家了 預料今年的產量 可以達到1.11321公噸 足以應付南亞 東南亞 歐洲 西亞 甚至是北非的需要 知道之前說非洲像埃及就很需要 是啊 所以現在印度反而說 對啊 所以你看 我自己吃都夠 所以美國你自己要稍微自求多福了 所以我覺得這個世界上 沒有誰永遠高高在上的 風水輪流轉 總會有人運氣好 有人運氣不好 今年看起來是印度風收年 它很多東西好像都剛好站隊位置 所以我覺得美國現在大概也不敢 對印度太硬啦 因為它很多地方恐怕需要 包括戰略上 包括經濟上 包括甚至包括原物料上 可能都會需要跟印度的一些合作 所以我覺得看來美國 至少在一年半載之內 是拿印度完全沒折 而且事實上糧食 你看尤其像在今年有俄烏戰爭 這個變數 那糧食的確可能會不夠 甚至糧價也會飆升 那麼你看現在呢 另外一個國家 就是這個哈薩克 哈薩克呢 他現在就被俄羅斯 斷了小麥的供應了 最主要的原因是 他承認烏冬獨立 所以呢 他不承認 拒絕 拒絕承認 是 拒絕承認啦 拒絕承認烏冬獨立的話 所以呢 他 當然啦 這個俄羅斯就會來給予什麼 反制的手段 就用糧食這一招了 對不對 介大使 對 現在這個 外面報導就是哈薩克是 到很多麵粉工廠停工了 主要就是說原來要 俄羅斯同意要運到這個哈薩克的小麥 現在停運了 當然原因不明啦 那只是猜測就是說 因為烏克蘭事實上 那個哈薩克對於這個 俄羅斯承認那兩個 烏冬的共和國 並沒有跟進 那我想這個外界 外界這個在猜測的 可能就是這個原因 不過哈薩克他從1991年獨立以後 他也是在走一個平衡中立的政策 他可是走的沒有向烏克蘭走成 今天走成災難性的 最後變成全面反俄 這個哈薩克他也是走向西方開放的 甚至他跟北約有接觸 可是他沒有說今天要加入北約 那他是在俄羅斯跟西方社會之間 他尋求了一個平衡 那他就是做到了像這個 寄星所及講的東西交流的一個橋樑 他沒有作為東西衝突的一個前沿 這是他聰明的地方 接下來科普一下這個水神 跟病毒細菌作用之後會還原成水 不會感染也不會影響到你的皮膚 所以小朋友孕婦也適用 萬萬水神不傷人體 適合長時間多頻率的使用 如果不夠用的話 可以乾脆把這個生成機 買回家自己來使用